大家好 我是大树 我的嘴巴是开过光的 许久之前我就提醒过金牌蒋师 走在外面要小心 又是狼又是熊 再来个抢劫的啥的 路上很危险 结果蒋师还是遇到了所谓的美式汉匪 在美国上演了一场好莱坞大片 还招来了全副武装的美帝警察助演 这个可了不得了 在我身边 我知道的这种 让美帝警察可以全副武装区别对待的华人 只有两个 一个是我的媳妇 妈呀 没说错话吧 没死过 另一个就是盯烫着金牌蒋师 话说蒋师这伙人特别牛 把自己的大别墅就随便停在了马路上 然后就被一个拉丁美洲的人一试给盯上了 于是蒋师这伙人中的大娃 就拿着这个电锯冲了上去 对面的这个拉丁美洲人就瞬间就傻眼了 或许人家只是路过这里 看到了有这样一辆大别墅停在这里 就出于好奇 就上前看了一眼 或许是这么样一个情形 但没想到却碰到了大怪 还以为碰到了玩仙人跳的打劫小分队 或者说是德州电锯狂魔 于是就吓得直接从蒋师的大别墅上 拆下了一根大铁棍进行防御 然后蒋师这边更是搞笑 在英文不行的情况下 直接就用中文喝止对方 同时还拨打了911 还和警队的接线员说起了中文 说自己遇到了打劫 从视频中我甚至听到了蒋师这边的人 因为高度紧张而引发了身体的不适 美帝的警察更是给力 电话那头不到30秒 便衣就火速赶到了现场 然后就是直板警员 紧接着大家就见到了 全副武装的美国好莱坞大片 看完之后我就笑个不停 这哪里是被打劫 明明就是你们搞的仙人跳 你把你的车停在荒野郊外 还是违章停车到处乱停 你不就是明摆的告诉别人 我这里有台车 你们可以过来拖了 再有这帮人上来 就从大老远处跑了过来 然后说别人打劫 那我要是这个溃探大别墅的人 我会感觉此时的我 可能要被这三个人打劫 而且其中一个人还拿着电锯 我想对面的小哥都出现了阴影 反正从当时的精彩画面和情形来看 都没有看出蒋师三人是遇到了汉匪 相反给人的感觉 却是一个一世酗酒的拉丁美意 遇到了三个汉匪 那以我常年对美国这类人的了解 我想这哥们应该是酗酒了 但是事后呢 蒋师这三人 却硬把这个事件描述成了 他杀被人打劫 我觉得这个人真没有毛病啊 这里啊我真的不是说我们强国的坏话啊 这个车啊 如果你要放到强国的荒郊野外里 这早就不见了 这个还有啥强 他没得可抢 对 他应该是侦查到的吧 就是大别墅只有一个人 但是他没想到我们还有两个队友 在对面塔楼上 他以为我们已经 而且大娃当时他拿了电锯 他的攻击距离太短了 我就想问问 这哪个人会这么智障啊 一个人面对一群人 他去抢劫别人 你要说这件事呢 是偷啊 还是可以的 对不对 还是说得过去的 他怎么会是抢劫呢 最搞笑的是警察来了 第一时间把那个大娃给他摁地上去了 看到警察来了 第一时间先放下武器 第一时间趴地上举手 你管有没有武器 你先趴地上举手 对对对 警察一看你没有伤害 他然后就跟你慢慢说 你手里哪有家伙事 他管你那了 先给你来两下 我就想问问这兄弟啊 如果你是警察的话 你在现场看到有一个拿电锯的人 你会不会先让他放下武器 你还是走到他身边 让他呃 你看看啊 这大别处上还挂了中国国旗 真的 兄弟们啊 我就觉得非常困惑啊 讲师这样的行为 难道真不丢人吗 还挂个中国国旗 我就是搞不懂啊 这帮讲师的信徒都怎么想的 这种混淆视听 胡编乱造的瞎编操作啊 却一点都不影响 大家对讲师的支持 与热情啊 所以呢 我就悲感奇怪啊 于是呢 我就看了下海外的评论区 果不其然 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 五星好评啊 对讲师膜拜 佩服的五体投地 再有 讲师没事就告诉别人 自己是 但是呢 这招呢 却也很管用啊 有群人呢 就是喜欢这套说辞啊 喜欢呢 这些歧视精神的话语啊 就好像打了鸡血一般啊 最后呢 就关于这个视频啊 有个特别让我困惑的事情 那就是大娃 为什么要带个电锯防身呢 美国有好多竞争武器 为什么要带个沉甸甸的大家伙 电锯呢 你们是咋想的 好了 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 订阅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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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